大家好 我是唐伟珍 今天是星之山 8月17号 今天呢我跟大家讲讲这个 美国的这个目前的市场 还有我们大陆这个投资 再来就是说怎么样控制风险的问题 但学前讲了也讲那个 美国的这个市场 大家都知道这个美国呢 是资本主义的这个大本云 对吧 纽约 纳斯巴克 纽约交所 还有Armex 这个美国的这个交易所 都在那里 对吧 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 自家库 对吧 持户交易所 现在目前这个市场呢 大家知道这个 今年呢就是一个非常不平板的一年 第一呢就是说大家知道这个 这个武战争 对吧 引起了市场的震动 第二呢就是强制以来呢 在美国联邦知识区呢 这个 这个一直是解释 或者是不动 今年呢就拼命要加持 因为通货膨胀 对吧 这样的话呢就导致了这个市场呢 波动很大 从今年初的话呢 就是去年底到今年初呢 这个美国股市呢 是取最高峰的时候 对吧 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呢 就是说 从美国股市最高峰的就是 这个刀军指数呢 它掉了本子25% 就是说 按照美国的这个 这个定理呢 就是说 这就是熊字 那个SP呢 就掉了本子25%左右 或者是 亚斯塔克呢 它是波动最大的 就是掉了本子30 最多是掉了本子33 现在从最多的地方 对吧 反弹了 现在叫熊字反弹 并且是强烈反弹的 对吧 所谓的反弹呢 有 这两个礼拜呢 就是 纳斯塔克已经涨上了本子10几了 对吧 从掉了本子30几 涨上了本子10几 大概现在就是掉本子10几去了 刀军指数呢 现在只掉本子几了 你看 SP呢 是掉的 也就是本子10 还不到 这个这样的一个水平 当然这个数字呢 就是大家网上都可以看得见 我今天要讲的事情呢 是怎么呢 因为我呢 强制以来呢 是关注这个 美国的指数 因为 这个美国的市场一涨 对吧 我做指数的话呢 去涨 表示我这个水平在 如果是指数一涨 如果我帮人家管钱 没涨 那人家就不高兴 对吧 就是说 操作指数呢 它就是可以检验 对吧 其实指数这个东西呢 它就是一个 在北美呢 是金融里面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工具 在北美呢 就是说 这个 极构投资也好 银行也好 大多数 都是投资在这个指数里面 整份股 但其他的小股票呢 就是投资的比较少 我以前呢 给大家 对这个问题呢 讲了很多 现在呢 我给你讲了一个 就是说 刚才讲这个指数 因为 这个 投资刀钦指数也好 美国的SPE也好 NASTAG指数也好 这是普通投资人 最理想的工具 对吧 因为从 美国股市 对吧 这个 成立以来 就是一开张以来 到现在为止 它的回报呢 相对来讲呢 就比这个 任何东西都 要强 大家知道 我们 很多人普遍熟悉的是 房地产 就是买房子 但是呢 买房子其实是 对吧 第一个是比较麻烦 第二呢 比较鞋言 对吧 第三呢 就是说 回报率并不是 并不是很好 股市呢 就是说 你像那个 刀钦指数 SPE 跟那个 NASTAG指数 这三大指数来讲 相对来讲呢 这个 第一 刀钦指数是非常稳定的 对吧 因为如果 刀钦指数 刀钦指数呢 其实就是美国的经济的命 对吧 这个 NASTAG指数 我们讲了 它是美国的这个 什么高科技啊 这个 新兴这个 这个 精致的这个 动力 对吧 所以的话呢 我就 一开始 我 从事金融呢 我就 开始 就是 关注 并且实践 这个 指数 对吧 所以呢 因为 因为 大多数人呢 这个 特别是我们大陆来的人 他们认为 投资 是有风险的 所以呢 不如买房子 对吧 每个人一讲到投资 就是有风险的 就是 不如买房子 安全 可靠 其实呢 这个 这都是一些 这个 就是 不了解情况 对吧 就是 无知的一个表现 我们讲呢 投资 假如比方说 你投资三大指数 你的风险 其实就是 最小的 就是 我们讲的 就是 很多人讲的 为什么 投资 就有风险呢 就是 很多人呢 就是因为是 没有 没有什么钱 对吧 钱少 总是喜欢呢 多赚一点 有赌 赌在心里 对吧 所以的话呢 往往是 就是说 它的风险就有 如果 你要按照 房子 来做比较 对吧 就是按照 房子 在做比较 因为买了房子以后 你不动的 买了房子不卖 你同样的话 你买了指数也不卖 那 你这个就 要好得多了 对吧 第二 房子的这个 手术费呢 就是大家知道 2% 3%都是很高的 现在买 美国的指数呢 这个手术费 基本上是 特别是你买 那个 这个 指数的ETF 现在很多地方 都不要 手术费了 并且呢 它的管理费呢 也是非常低的 如果你要买 银行的资金啊 它都是管理费 12% 对吧 买房子也是12% 对吧 但是呢 你现在如果是 买这个 ETF呢 就是说这个手术费 是非常 非常低 可以付诺不至 现在很多情况下 就是说 你买 现在很多地方呢 银行也好 证券公司也好 他们买ETF呢 是免用金 因为什么呢 它十万里的资金 存在他们的一个 机构里面 表示他那个 我们讲现在 叫流量 或者asset 对吧 他呢 又是回来 适应投资人呢 就不需要用金了 所以的话呢 现在对投资人 就比较方便的 就是说 这个指数 我们讲呢 一直讲呢 就是说 因为 投资是有风险 但是 你如果回来 赚很多钱 就像在赌场一样 就是你呢 那要 一比 一比五 一比十 还有最高的 一比三十六 那个文券盘 对吧 还有呢就是说 你可能一比一百 这种东西呢 那就风险就大 这个是实在在的 如果你反过来想 你如果是赌场 对吧 你有很多钱 对吧 然后呢你就 你用大钱赚小钱 这就是庄稼的位置 对吧 其实很多人 你要搞清楚 就是说 我们在北美这个地方呢 其实 我想一个 就是很多人 对这个市场不了解了 其实呢 北美这个市场呢 就是一个大赌场 对吧 你如果是 做庄 就是你开赌场 你肯定是没风险的 对吧 你开赌场就是 有人来没人来的问题 而不是说有被风险的问题 对吧 所以呢 在美国这个市场呢 第一 这个股市呢 它是美国这个 金资的命脉 也是政府鼓励的 这个投资 所以呢 合法的 对吧 所以你不存在 这个法律问题 并且呢是 你赚的钱都受到鼓励的 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呢 很多人就是说 首先我 这三十年来来 我总结了一下投资 那 有风险没风险 是在于就是说 你是散户 还是庄家 你是用大钱赚小钱 还是用小钱赚大钱 这个问题 对吧 这个是位置的问题 对吧 我们讲的这个 所以我一直强调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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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庄家思想理论 就是 就是 你讲 比如说你每次投资 对吧 你只用1%的风险 就是所谓的1%的风险 就是1%的波动幅度 那 其实呢 这个投资的风险 是在于波动的幅度 每天的波动的幅度 如果你每次买刀军指数 对吧 你有三五年的经验 并不是像我这样 三十年的经验 你如果用1%的这个波动幅度 就是刀军指数这样的一个 这个指数来做的话 今天涨 今天掉 你就买了 然后呢 涨 你就卖掉 然后呢 这么来根据你的经验 一般都是从早上到下午 对吧 这个 现在就是大家都是情绪 搞程序在交易 所谓的程序交易呢 就是大家都是同一个程序 同一种算法 对吧 大家都是往一个地方走 所以呢 就叫momentum 对吧 我们叫程序交易 其实也就是momentum 交易 momentum 就是说 它一般的情况呢 就是在一天里面 比方说今天这个强势 今天市场很好 它就是 一直就是 就是往上走 我觉得今天市场这个很 这个情绪很低落 它就一直就往下走 大家都卖 对吧 大家都回来赚钱嘛 一般呢 在一天里面呢 从早上到晚上 一般到四点钟的时候呢 它这个momentum 就是 所有的东西都停止了 所以就momentum 就是动力啊 就是冲动 惯性 就是momentum 我们叫惯性 或者是冲力 动力 就是停止了 所以一般的情况呢 就是说 你要如果是买这个 你买这个指数 就是你想没有风险 第一 你买的不动 就像你买房子一样的 你买了 就把它忘掉了 放在那个帐上 你也不用看市场 不管它是涨也好 掉也好 房子你也不能每天去看 今天我的房子涨了 我就卖 房子掉了 我就买 所以 没这个方便的吧 所以呢 但是呢 从我来讲呢 我的经验是这样的 就是说 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发现 一个事情是这样的 就是 如果大家都掉 那肯定就是 大家都是损失了 如果你没掉 你就掉 这是买进去 大家都涨 是吧 你就把它卖掉 因为市场就是 是程序控制的 就是说 但是一个人大家都想买东西的时候 这个东西的价钱是很好的 是吧 大家都不要的时候 这个东西这个 这个链价就 就买到了 所以呢 如果你从道经指数也好 SP500强也好 你就根据这样一个 这个原理去呢 就是说 控制自己的波动幅度 对吧 这个风险就非常小了 所以我们讲了 这个东西的首先就是说 买指数 比你买房子要好得多 对吧 第二呢 没有麻烦 对吧 不要打官司 经常是 很多是搞房东啊 就是要 要 给黄克发生争论了 我就是 这样那样的问题啊 有政府 有是 政府有问题了 有是黄克有问题了 对吧 有是 有些碰到 这个奈皮的 很多 很多麻烦的事情 但是你要买指数的话呢 就是说 你买在银行里面 谁也不知道 对吧 并且有这个移民性 就是说 你的房子才有隐私的 但是你要如果是 你说有几栋房子 十栋房子 很多房子越来越多的时候 这个东西大家就知道 因为 你知道吧 这个 大家都知道 这个加拿大 就是你都不像中国人那么富有 我们大家都知道 第一呢 他就 对中国人呢 有很大的偏见 就是说 你们这个中国人就是 对吧 有钱 对吧 或者是 就是钱 对吧 不讲规矩 不讲这个 不讲那个 这就是讲钱 对吧 所以的话呢 他们就是说 你买了很多房子 然后呢 又又又 又 不住 控制了那里 就买了一堆的房子 其实这个是一个 资源的一个 很大的浪费 我这样讲这个 另外呢 就是说 我们刚才 其实我们最近提出了一个 一个东西 就是说 这个 足够控制市场的风险 对吧 刚才讲了 如果买市场指数 就是刀金指数 对吧 你大多数钱 我们讲了一个比例 就是60%的资金 我们用刀金指数 那是 其实是万无一失的 不会有什么风险 对吧 你用Cash Account 就是用现金账户 对吧 没有贷款的 没有任何贷款的 如果买那个 那个呢 就是比你成在银行里面也好 比你投资任何东西也好 都要强很多 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说 现在我跟你讲 大家都是非常喜欢这个 作为一种东西叫三倍指数 现在呢 这个人们对这个股票啊 跟以前的时候呢 不一样了 现在呢 在美国这个股市里面 其实当然 就是刀金指数 那三十大指数 三十家最大的公司 代表每个行业的龙头 因为这些龙头呢 它是非常有资源的 对吧 它是能赚钱的 对吧 它有现金流的 这些公司是非常好的投资 所以它不存在大的问题 对吧 但是呢 对于一些 现在呢 你看现在这些高科技呢 现在也是 按月收费啊 订付啊 订量啊 就是它也是 就是搞这个现金流的嘛 所以就是说 它这个公司里面 经常有资金 所以这些公司呢 就比较稳一点 但是现在很多公司呢 现在呢就是说呢 现在很多上市公司呢 其实原先的时候 我们上市公司 是鼓励大家 创造发明 对吧 就是怎么样那个 但现在的情况呢 就是说 现在投资人呢 都比较实在 对吧 看你这个上市公司 有没有钱 对吧 是不是投资人 喜欢的 这个 这个项目 对吧 就是说 跟它有没有密切的关系 对吧 所以现在呢 流行一种东西呢 就是说 无论是 只做也好 股票也好 商品持货也好 现在呢 美国那些金融 那个 机构 它就创造了一个 叫ETF 就是说 就是 把所有的东西 做商品化 就股票商品化 啊 就是说 它把它的幅度呢 就提高了 就是 把 把低的幅度呢 提高了 提高 把高的呢 就是降低 所谓的就是 低的再提高了 就是说 你把股票像TESLA 这种股票的话 它是没有杠杆的话 它是 当然没有杠杆 银行 你会给你 给你杠杆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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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你假装有一万块钱 它给你借两万块钱 比如说 百分之七十可以借了 现在呢 这个 但是呢 你在银行里面呢 就是说 就是说 在银行里面 拿出来这种股票 它不能做空 对吧 现在做了ETF呢 就搞了一个ETF 就是说 就TESLA这种股票 也可以做空 做空呢 就是 很多人 因为原来是做空的时候呢 你需要到证券市场 或者是 就一手去借股票来 来卖空 现在不需要了 现在它就是 用ETF 就是直接 你就买ETF 这就是做空了 所以现在呢 很多这个ETF呢 它是成对的 对吧 买涨的 买跌的 其实呢 这个ETF呢 它只是 每天就是跟那个 跟那个 它跟踪的那个指标啊 就是股票啊 它是 那就它波动幅度来的 对吧 就是现在流行的一种 这个指数 叫三倍指数 对吧 当然 稳的话呢 是没有倍数的 我刚才讲了 因为你如果说 要稳 不要有什么风险 你就买 没有杠杆的 对吧 一般的人呢 都 都不会有什么 太大的风险 但是呢 现在有很多人呢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 因为超股的人很多吧 其实 也很多人 其实现在有经验 但是呢 他们超十倍的 或者二十倍的指数的话呢 风险太大 一般的人是控制不住 因为 因为其实呢 一个人的这个超股吧 心态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什么叫心态呢 就是说 心态呢就是说 因为每个人假比方说 你 对吧 你的这个账户的波动幅度回去 你每天的波动幅度在百分之一的话呢 你有非常好的心态 就不存在这个紧张 对吧 也不会 特别那个 但是呢 一般的人 因为钱少 对吧 他绝对不会说 慢慢的做 对吧 因为 所以呢 我研究了一个叫 第一是庄稼思想 对吧 第二来就是说 庄稼思想理论 还有实践就是怎么做 对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